新北市長侯友宜就提出了 鼓勵全國在明天五一勞動節都放假 國民黨團今天也召開了記者會呼籲 那麼呢立委曾明宗就表示了 放假不要一國兩制 勞工九成也都已經放假 對於經濟的影響層面是很小的 呼籲行政院把五一勞動節定調為 全國統一性的放假 希望五一勞動節的放假 能夠全國一致 從昨天一個簡短的民調 就可以看出來 現在有65.42%的民眾 支持我們台灣不要一國兩制 而變成國定假日 而反對的是34.58% 第一個不要一國兩制 第二個大多數的上班族已經放假 對經濟的影響小 我們一估因為勞工超過千萬 所以整個上班族超過九成已經放假 所以後許政府在評估的時候 怕會對經濟層面產生影響 那已經九成 包括銀行股市也修飾等等 基本上對經濟的層面一場小 所以主張全國性放假 第三個世界上超過八十個國家 都已經定為全國的假日 我們兩團強力主張 也回應會有一市長的看法 五一勞動節定為全國性的假日 全國放假 好 謝謝蔬菜阿斯的斗內 她說呢 佩傑主播早午安 假日愉快 好 今天是大家的廉價第二天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出去玩呢 好 她說終於看到你播報了 中天又多了一位美女主播 是觀眾的福氣 好 也希望你在新聞界能夠發光發熱 謝謝大家 還有誰呢 陳崇氣說佩傑我在 還有Kelly Lin以及慶張 還有誰 方佑佑說佩傑午安 好 大家午安 不曉得大家今天有什麼規劃呢 好 不管怎麼樣 都要持續鎖定我們中天新聞 台北市立委第四選區 內湖南港區國民黨人選呢 即將是由台北市議員 李燕秀跟游淑慧要進行初選對打 好 目前呢 日前已經在新義南松山 獲得立委提名的台北市議員 許巧鑫就認為 他說呢 游淑慧敢衝鋒陷陣 能夠讓港湖的選戰成為熱戰 讓藍營的選民歸隊 同時呢 還具有挖掘議題真相 能夠以實際的證據來檢驗民進黨 讓中間選民買單 甚至呢 是在2024的選舉過程當中 來協助總統候選人往前邁進 他說呢 他善言敢戰 我是真心在力挺他 好 為了要爭取國民黨港湖區立委的提名 台北市議員游淑慧呢 今天一早到胡光市場掃街 提到立委高嘉瑜在南港內湖區呢 連小朋友都認識他 是不是因為唱了孤勇者呢 好 所以呢 對於自己的立委初選的期許 就是不要輕忽對手的實力 要積極來拓展年輕族群 以及中間選民 另外針對高嘉瑜表示 最怕的人是李燕秀 好 游書會也說不要小看他 來看看他怎麼說 想問一下就是高嘉瑜他昨天是去國校的 人游會 那他是不是想要拉那種年輕票長 那你以後就是也會往國校的進攻嗎 昨天的那一場活動我比他早到 所以你說呢 應該是這麼說啦 嘉瑜確實在內湖南港 我敢說 這個走進國中國小的校園裡面 家長唯一認識的名譽代表 真的是高嘉瑜 也不是李燕秀 也不是我們 那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拓展的 中間跟年輕的選民 因為國小的爸媽都大概是30到40歲 所以走 因為我們固定有在參加這個園遊會 那我有發現說 我們在這一部分選票上的一些 一個漏洞在這裡 我走進學校裡面 連小朋友都認識高嘉瑜 這個倒是讓我非常的訝異 所以不要永遠覺得自己最強 燕秀姐覺得說 他是高嘉瑜最害怕的人 但是嘉瑜就說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想 所以不要覺得自己最強 也不要小看對手 就是我們要從各個角度去看 大家的這個優勝烈敗 實話分析一下 對 好台北市港湖立委的競爭激烈 非常的白熱化 那麼台北市議員尤淑慧就說 他說自己的主題曲是堆堆堆 要先追上李燕秀再追高嘉瑜 而今天呢高嘉瑜就回酸尤淑慧 說只有追恐怕是不夠的 應該要改唱隱形的翅膀啦 用飛的比較快 而至於他要改唱什麼歌 他說自己要改唱兒歌三百首 因為呢周星馳的電影大話西遊當中 這首歌是用來降妖伏魔的 我覺得他用堆堆堆的方式 現在可能來不及 他可能需要隱形的翅膀 直接用飛的比較快 那對我而言 其實當然唱歌只是我興趣的一部分 那最主要是很多民眾喜歡聽我唱歌 大家都一直希望我能夠唱歌 倒不是我自己要唱 而是說大家走到哪都會 希望我能夠高歌一曲 讓他們開心 那如果唱歌沒有人聽的話 曲高何寡也沒有用 那他們一直都在跟隨我 然後學我唱歌 我是覺得說 大家各有長處啦 那現在他們就是唱我以前都唱過的歌嘛 那我現在就是用鵝哥三百首回擊他們 因為鵝哥三百首就是降妖伏魔用的嘛 沒有啊 鵝哥三百首就是周星馳的西遊 這個降魔的裡面的一首歌嘛 那在這首歌裡面可以看到就是 所有的妖魔鬼怪 聽了鵝哥三百首之後 都會乖乖束手就擒 然後感化他們 所以我就希望用鵝哥三百首 能夠感化這些妖魔鬼怪 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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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